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专科医院和那个医生啊 完全都是在骗我 对 现在很多这种没有医德的医生 就是会把没有说成有 然后会故意夸大患者的病情 以至于狠狠地从患者身上敲一笔 我估计你说的那个邓医生啊 就是这种挂靠的江湖游医 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资格 还说不定呢 都怪我 不肯去大医院怕碰到熟人 有清新的那种小广告 你看你 自己都是做广告的 还迷信广告啊 我不是病气乱投医吗 你这次看病花多少钱啊 不许问啊 总之花了不少 你瞧 花这些冤枉钱 早知道还不如借我装修房子呢 李小曼你有劲没劲呢 我都后悔的不行了还数落误 好了好了 为了帮你报仇 我明天就去调查那个无良的邓医师 还有那家不负责任的私立医院 如果我不报他们光 会有更多的患者上当受骗的 我坚决支持你 但是文章中也是我的名啊 这个吧 我得考虑考虑 晚上吃火锅 行 不点你名 不过 你那个私房菜的调整方案想好了吗 没有呢 你说 咱弄快餐店送喝饭 它不是我强项 我也没兴趣 再说周围快餐店那么多 竞争那么激烈 咱也没那么优势 进 爸 妈 那个 爸 您过来问你们俩点事 你说 您说吧 往回吧 过年过节 您跟小曼都给我个红包啥的 昨天过生日 我过生日 那红包给妈了 妈说她替你保管着 那 就你妈也真是的 生活费她管也就算了 孩子下去我的钱 她在中途给截留了 没事 爸 完了 你爸妈不会吵起来吧 不是 老佛爷 您嘴怎么这么快 您就不会说我忘了 一会儿她都给您补一个 那我不是帮你想着撕凡菜的事吗 我一下嘴快说漏了 我不愿你爸妈难唱 你倒愿我嘴快 我 我 王喜珍呢 王喜珍 我工资你说你管 游着你 财政大钱你说你管 我也游着你 可现在是 孩子给我抱得甚是红包 你也给拿下了 把你什么太多饭了你啊 我 我过饭 周前姐 你别人以为我不知道 你肚子里打的是什么算盘 我 我肚子里打什么算盘 打什么算盘让我 我不告诉你 我跟你说 孩子给你的钱 是孝敬你的 对啊 不是让你穿着 给你将来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后来人用的 我 我带什么后来人 你说清楚 你干谁的 什么后来人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心里明白 是要明白什么明白 周前姐 我告诉你啊 你妈怎么最近变成这样了 老一神一鬼的 你说他俩都是一辈子的福气了 还这么不信任 真可怕的 老佛爷 我妈现在得这个病 心态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咱理解理解 真是公婆打架 儿媳妇遭殃 我在中间真难受 老佛爷 咱大气 咱就不讨论这事了 赶紧进入经理 弄这餐馆的事 你赶紧睡吧 好点睡 我本来想吧 再包一个红包给我公公 可后来一想不行 万一被我婆公发现 那事可就大了 你说这俩人整天针尖队卖忙的 把我家在中间 我多难受啊 你这公公跟你爸一样 都不是好东西 现在就想着 未来续闲的事 跟婚内出轨是一个用具 妈 你别上纲上线了 这个丧我后再娶 和婚内出轨 这哪能是一个性质啊 我看差不多 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距 哎呀 那我要是你婆婆 马上就跟你公公离婚 哼 还想再娶一个 我现在就成全你 你这货色我不喜欢 你爱娶谁就娶谁 李姐 您是真嫌这事不够大是吧 啊 你以为天底下女人都跟你一样练性 其实我觉得这事吧 就是我婆婆整天疑神疑鬼的 那我公公压根没想怎么着啊 天下男人都一个样啊 你婆婆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公公啊 身强体壮的 一副那长寿像的 你婆婆要走到前面 她肯定不干净 一个人过呀 别看你家医乐 现在看着一副老实样 将来如果 呸呸呸呸 我这乌鸦嘴 妈就送嘴说了一下 就打个笔布啊 别往心里去啊 妈相信你们俩肯定能白头偕老 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我觉得你妈和你婆婆的想法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男人呢 好比是蓝牙耳机 你在他身边呢 他就跟你连接配对 你要不在他身边呢 他就自动搜寻 别的可用设备去了 你认识你行笑的啊 就以我的公公来说吧 在阿伟他妈去世以后 他都给他阿伟 找了三人红妈了 所以也得相信 爱情这般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跟阿伟的这种 郎才女貌的现实婚姻 要远比你和依乐 这种纯浪漫婚姻可靠一点 因为我们的现实婚姻 就算没有爱情了 也有很多现实因素可以维系 而你们呢 浪漫一旦消费完了 就只剩凉凉鲜眼 得了吧 你就是吃不着葡萄呢 就说你葡萄是酸的 你还别说 我跟依乐结婚一年多吧 这现在的状态 跟刚结婚的时候 还真不太一样 什么不一样 刚结婚那会儿 我面对他们家六个老人 一点都不觉得麻烦 反而觉得挺热闹的 我跟依乐在他们家老人的眼皮子底下 也不像夫妻 倒像一对偷情的 详详也挺刺激挺浪漫的 可是时间久了呢 那种新鲜感也没了 每天都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家庭琐事 各种各样的矛盾 别说我疲于应付了 就连依乐都烦了 现在我又忙着竞聘首席记者 她忙着打理餐厅 反正日子 是过得越来越平淡了 不好意思 娜娜 怎么连我都不敢认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现在不化妆我根本就 不太能认得出来 别闯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现在不化妆啊 避嫌快好看了 你看你这皮肤避嫌都好 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娜娜 怎么了 怀孕了 不行啊 你结婚了吗你就怀孕了 这话说的 难道我会未婚新运啊 你跟我们小九妹怎么样了 有宝宝了吗 我 不着急 你来这儿是看病还是找人 找人 找人 那 你现在过得好吗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以为我过得不好吗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我就是 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他没有什么钱 在一个小公司做小职员 嗯 别用这种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幸福 他给不了我大房子住 给不了我好车开 但是他能给我安全感 不过我现在听你说你过得挺幸福的 我这心里还挺为你高兴的 伟哥 我倒是挺同情你的 算了吧你同 你同情我 同情你 嗯 你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老爸 你住大别墅 有宝马车开 想要什么有什么 可就是因为你想要什么都有什么 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 你从来都不知道珍惜 你永远都不会懂得 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你也不会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什么是幸福 老婆 你怎么才来啊 太阳风上堵车 我又去给你买了点东西 对 马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嗯 吃鱼 吃鱼 那早餐你去买一下 伟哥 我老公来了 我们先走了 走 拜拜 你下次等着就时间比较准吗 谢谢 你看今天的晚报了吧 快 快 看你这块进来 之前给我看过病的那个邓医生 根本就是一江湖用医 她连行医的资格都不具备 只是挂靠在那家专科医院的 是吗 而且不仅是我啊 好多女人曾经都上过当了 还好小曼今天把她们都曝光了 出了一口我心中的恶气 怎么了亲爱的 怎么没心打采的 没有啊 可能是有点累了 你先睡吧我去洗个澡 你抽烟喝酒是吗 你一般几点睡 这事说不太准 有时候 早的话就两三点 如果晚点的话四五点 再晚那就通宵了 你习惯 长时间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吗 你是不是在新生活方面不够节制啊 说直白点 就是你是不是有点中欲 你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你的生育能力 不是 什 什么意思 你的精子的数量和活跃度都不正常 你烂女人怀孕的概率很低很低 喂医生 这 这个你得跟我说清楚话 这个很低很低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你很难烂女人怀孕 不过从理论上说 我们做医生的都不能把话说得太绝对 你说你总图没苦脸呢 别担心 今天尿检结果 不是试试功能不是好像正常吗 可是那尿蛋白还有积干几项指标 都比原来高了 那不就说明我这病比原来严重了吗 这检查结果呀总会有反复 要不咱下个月再去复查一下 行不行 你现在首先得有个好心情 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 忧郁啊 是影响身体健康的最大杀手 我忧郁不愈关你什么事啊 我不是越忧郁 病情发展越严重 对你不是越有益力吗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 我发现我这人在你心目当中啊 就成了十恶不瘦大坏蛋了 行行行行行行 黄主任啊 王老师 忙什么呢 哎呀 还不就是老孙家的事 老孙家 老孙家什么事啊 这谁能料得到的事啊 老孙那个乡下媳妇四十七八 看起来身子还不错吧 这老孙啊六十五了 他那媳妇担心老孙走到他前头 老孙的儿子啊 扫地出门 这不硬逼着老孙把他的名字 加到房产证上 啊 那可不行 那怎么能行呢 不是就这房子 是咱们单位 这不是分给马大姐和老孙的吗 这马大姐前就是走 那新婚就要分房子 那这我想想都替马大姐冤 真的 老孙的儿子也是这么想的 不同意把他后妈的名字 加到房产证上 老孙咋说的 老孙 人家是有了媳妇忘了儿 一听媳妇说 不加名字就离婚 妥协了 你说这事弄的 那马大姐他儿子不就什么也得不着了吗 为这事啊 老孙的跟他儿子都快闹翻天了 这居委会解决了半天 他也不顶事 人家是清关难断家务士 我居委会我能说什么呢 你忙吧 我先走了啊 看我干什么呀 我发现你这人可有意思了 别人一感冒吧 你就得不吃药了 哎 你给不是哎哎 哎 你给不是哎哎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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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儿 救我 你 干什么呀 大半夜不睡觉 要吓死我呀 睡不着 苏清静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 什么事 咱们抽空去趟房管局吧 把这房子过后给依乐 说什么 把房子过给依乐 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房子不早晚得留给他吗 那不行 你房子过给依乐 咱们就失去房子的共治权了 你说万一哪天 他买卖不亏本了 把房子这个卖了 这一大家子人都住哪儿去 不会吧 儿子是那么没脑子的孩子吗 不是 这好好的 你早早的把这房子过给依乐干什么 还得白分一笔税钱 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呀 不想把这房子留给儿子 你看 我说你嘛 一听那黄夫人说话 一往歪了响 不 你最近怎么回事 怎么神经兮兮兮的呢 你你你你 睡觉 挂了谁一天 想出事意 阿姨 您是想把这套房子过户给您的儿子是吗 对呀 对不起阿姨 您现在还不能办理过户手续 不能 为什么呀 不是 我的身份证 我儿子身份证户本我全都带来了 对不起阿姨 您不用拿身份证 因为你只用有这套房子的一半产权 要想过户给您的儿子 必须让另一位产权所有人也到场 在你们双方同意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办理过户 那另一位 另一位是我丈夫 他也同意 他同意 那就请他和您一块到这儿来吧 可是我们家那位那腿脚不好 真的 她腿脚不好 真的 您看看她身份证 您看看她身份证 阿姨 对不起 不行 不是 同志您听我跟您说呀 我们家那位吧 他 他瘫在床上不能动 阿姨真不行 不用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啊 王喜珍 如果说这房子你卖了的治病 我无话可说 但是你把房子过户给饿了 我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 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同意 这房子是我辛辛苦苦一辈子 单位分给我的房改房子 我凭什么过户给一个 你说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因为她 她是你的亲生儿子 对 她是我亲生儿子 可是我已经把她养大了 我还供她读完了四年大学 我已经尽量了做父亲的责任 你说 你说你本来要给谁 不是 你说 妈 妈 妈 不是 你要留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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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留给你未来的新婚 还是留给你的蓝表妹啊 你胡想瞒钱你 谁胡想瞒钱 妈 妈 妈 好好的 你干嘛非得把房子过户给我们俩 干嘛呀你这 哎呦 那傻儿子 你太傻了你啊 你太傻了 你这 你这 你这你爸现在 他有自己的小孙子 他想当我死以后 他给你找一年轻的后妈呀 他最烦的他自己留着 他要赶紧讨好你的后妈 你就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了儿子 妈 妈 爸 爸刚刚不已经说了吗 如果需要用钱的话 他把这房子卖了 您就别多猜疑了 你说你们都老夫老妻子了 是吧 不是 正因为我跟你说 正因为我跟他是老夫老妻子 我才怕你们吃亏 你知道吗 他这人自私自私了一辈子 他是觉得这孩子长大了 这孩子长大了 跟他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知道吗 哎呀 医勒的确是长大了吗 真的不因为我们考虑太多 跟医勒会自己努力的 是不是 我怎么努力啊 那不行啊 小孟 你说 不行 他是我的儿子 我得替他打算 再说你说我这一辈子 我挣下什么 我就挣了这么一套房子 我 我死了 我还留不给我儿子 留不下 留不下老夫 以后我死我也不能披眼了 妈 你怎么说这话呢您 您忘了您从小教育我 您说好女不穿嫁连衣 好男不耕爷田地 咱这什么事都得用双手 自己劳动去争取 对 儿子你说得对 好孩子你们都管 我就要替我儿子的打算 自己争自己的家业 那是对的 好 这是好事 但是我们 我们做父母的 是不应该把这个 把我们的财产留给儿女啊 是不是啊 妈 这是两回事啊 财产给不给儿女 是靠您自愿 你说国外有很多富豪 都把自己的财产 捐给慈善机构 为什么呀 他们就是想让孩子 自己去创造自己的 自身价值 他们就是不想剥夺子女 体现自身价值那个权力 这个观念现在特别 新颖特别流行 巴菲特比尔干辞 对 你听听 你听听 我听什么我听啊 不是什么你听我跟你说 外国人是外国人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俗 你们不知道就是他这个书前进 我跟你说就是书前进 现在他心里也打着小算盘呢 我打什么算盘我 你说你打什么算盘 书前进 你如果没有这些花花肠子 你就跟我到处方案去 如果你不敢去 你要是不敢 你就有鬼 这什么狗屁逻辑 我不管房子也应了 我心里就有鬼啊 你没鬼你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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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鬼是这样 你没鬼是这样 你就是心里有鬼 喊什么 你楼下来了 你这四个老的 你是去往楼上喊的 你还累得 干什么呀 他爷爷跟他老爷 把香气子打翻了一地 现在滚了一楼梯 他现在还一层楼一层楼的剪呢 妈 你们回来的正好 咱们呀 开个家庭会议 讨论一下房子的事 讨论一下 讨论什么呀妈 你就好好养病吧 你骗我的 就得讨论 妈 不行 小麦我跟你说 你帮我找一个律师 你问问他 你问问他 我现在我那一半房产 现在能不能转赠给伊勒 妈 我不认 骗我的 你 你这人是真固执的你 告诉你说这些 我不跟你说话 我现在不跟你说话 我知道 我现在如果死了 我的那一半房产 你跟伊勒都有继承权 那样我儿子只能继承四分之一啊 我儿子太亏了 趁着我现在活着 趁着我现在活着 我现在就转赠给我儿子 告诉你说前进 你 你那一半房子 你爱给谁给谁 我不管了 没想到你房被我房到这种地上 不顾我的错 可是 就是我纵然签不好 万不好 可是我这辈子 从来没对你说过一句假话 一句没有 那次啊 你一诈我 就上了你的套了 我要知道把你刺激成这样 我就是昧着良心骗骗你 也许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丈夫 行 行 行 你反对是吧 没关系 行 咱现在离婚 房产咱各分一半 各道各道 你妈 你说什么了 那怎么证据的 王晓晓 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还找反对吗 我反对 你说什么儿子 妈是为你好 妈是为你好 谁都别来 妈谁都别来 我跟你说我主意已经定了 就这样了 你定什么呀你定了 就这样了 要不然我心不安不香 我知道您对我好 这么多年 您把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可您也太瞧不起您这儿子了吧 在您心里 我把您这个妈 看得还没有这半道房子之前吗 就是妈 我也反对 你爱医乐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放宽心好好养病 你陪我们的时间越久越好 小曼说得好啊 咱们是自家人 你说照你这样做一些 那咱们这个家 那不就完了吗 再说你和钱镇 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啊 那行了别吵了别闹了啊 真的这咱们是三代之家 你说马上咱们就有第四代重孙子 这家多好啊 就好好过着日子吧 是啊 习珍呢 你好好想想 你每次去看病 是谁啊 三更半夜的排大成队 给你几年专家号 是啊 那个取药交费什么的 是谁给你跑前跑后楼上楼下的 你住院了 谁给你送茶送饭 端食端尿啊 不 我不反对 爸 习珍的性子我知道 我要是再不同意 他一定会跟我离婚的 习珍呢 假如你没得这个病 你这么跟我脑 我肯定会跟你离婚 可是现在你得了这么重的病 我死活也不能跟你这结发妻子离 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离 不离 不过有句话我还得跟你说 我那一半房产我还得留着 不能过给一乐 我不能骗你 要是你走着我前头了 我肯定还会再找一个老婆 你听我话说完 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千万千万别再跟完头 好好的养病 咱俩互相比赛 看谁活得最长 假如我死在你前头了 这房子自然由你留给你了 你知道你知道 我会死在你前头的 死不了就更好办了 到时候我把房子给卖了 你想换肾咱就换 不想换肾 我就拿着钱咱们周游世界去 把咱这一辈子没享受到的 咱全都享受了 在你闭眼之前 把这钱全都花光了 省着你担心哪 我老拿咱们这个房子 来讨好什么后来人 好不好 姐姐 你 我想老婆活着 我活着 莉乐啊 莉乐啊 你啊千万别许你爸 你爸这辈子没出息 没让你妈过上几天好日子 也会像你呀 对待小曼那样 长天哄着你妈开心 你爸不是一个好仗子 不是一个好仗子 可是 可是乐儿啊 你一点都不懂 其实在你爸的心里啊 你妈又很重很重 到了 今天当着爸爸的面 当着孩子的那面 我今天跟你说这大实话 说这大实话 其实在我的心里 把你看得很重很重 也很重很重 我知道 我知道 很重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妈 你看 爸都这么说了 你就过好眼前的日子 我们大家都对你挺有信心的 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是不是 爸 您这是慢性病 好好治疗是能控制的 你还笑吗你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病 我反正现在好不了吧 但是也不至于现在要了命 是吧 行了 我今天先不跟你收房子的事 你把我弄哭了 你高兴了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呀 什么都不要想 这安心的养病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我要是不对你好的话 你说这老老少少能饶着我 我那汤 哎呀 哎呀 怎么会让我看看 我看看一乱 哎呀 真是太好了 你爸妈的矛盾终于解决了 今天晚上咱们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小乐子我跟你讲话呢 嗯 哎呀 我这不忙着呢妈 哎 哎 哎 这男人啊 好比是蓝牙耳镜 你再在身边呢 他就跟你连接配对 你要是不在的身边呢 他就自动搜寻别的可用手机去 跟你这男人都一个样啊 别看你家依乐 现在看着一副老实样 将来如果 老公 其实我觉得吧 你爸续嫌这个事儿没错 你还支持我爸续嫌啊 我觉得吧 只要是你妈在的时候 你爸对她是全心全意的 那就尽到了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 那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那总不能一个先走了 那另外一个还守洁吧 我跟你说你这句话 千万别当我妈面说 要不你吵翻天 我不这跟你说悄悄话呢嘛 你说夫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即使再好 那也不能保证一块走啊 那后走的那个 再找一个新老伴 那也是人之常情嘛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那其他的事儿 就不用计较那么多 对 其实我爸这事儿也没什么罪过 错就错的 他不该跟我妈说这破事儿 你爸老是呗 被你妈诱供了 那你就不懂了 这有的时候说实话吧 才是残忍 说假话才是一种仁慈 哎 老公 要是我哪天出了意外 死了 那你是打算对我仁慈的撒谎呢 还是残酷的说实话 你赶紧呗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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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嘴什么都说 你瞎说什么呢 在这儿 我这儿正忙着呢 别扯秘我啊 那干嘛呀 你不许逃避我的话题 说实话 我跟你说我这儿忙着呢 你老说那没发生的事干嘛 有劲吗 心虚了 我不是我心虚 我是不愿意回答 你这种没劲的问题 知道吗 怎么叫不愿意回答 我看你是根本不敢回答 因为你和你爸一样 如果我先走了 你就会重新再找一个 不是我说李小曼 那你刚才不还支持我爸呢 说这是人之常情 怎么屁股一挪地方 态度都变了 行了吧 你背后话的意思 我全听出来了 你就是想在我走了之后 你再重新去寻找 你新的幸福 如一乐 我没想到 你这么经不起考验 你考验我呢 我这忙忙叨叨的 从上算账 你从上考验着我玩 闲着了你 有病 你说谁有病 你 你 你是不是想要病 你你你 行 书一乐 你今晚睡沙发去吧你 凭什么呀 我好好的 我干嘛我睡沙发去 你不睡是吧 好 那我去睡 我去睡 我去睡 发神经你就发去 没工夫搭理你 小曼 听妈跟你说啊 你别看妈跟你公公一闹你就吃药 哎呀 是啊 小曼 你说我们一乐对你啊真的没有三心二意 你别自己找气势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老爷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试探过对方是考验过对方 这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 不是考验出来的 这你跟你姑娘说啊 你说那前进有啥考验的 看那德行不 这回考吧 考吧 这好 这就要把这 劝价的这二位烤糊涡了 看那 爷爷 您不知道 我正算这个月的账呢 本来就投云脑账呢 你说这小曼曼 不帮忙 她在边上说风凉话 她跟我说 万一我先死咯 你怎么着再找一个啊 你说她有聊不有聊啊 你就哄哄她就不玩了吗 你就说 我永远永远 永远不再找一个 我知道怎么哄 老爷 但是你得分个时候吧 是不是 你说我这小饭馆 我刚开张 本来争议就不好 我这心里就跟这小伙 咕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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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着 本来心里就烦 哪有点心情 哪有点心情啊 这都怪你妈起的不好的表率 她都这么猜疑我了 你媳妇能不跟着敢样啊 哥 不过呢 后来呢 我给你妈一扶个耍 凭啥我先扶耍了吧 每回吵架我都先扶软啊 不管有理没理我先给他台阶下 这泥人还有三分泥性子呢 不是 爸 你先别说我 你呢就是我的前车之鉴 我就得先把这种小习性扼杀在摇篮里 以后才不会有你这样的痛苦 两口子在一块别讲谁输谁赢 两口子讲的就是感情 你看我跟你姥姥一辈子吵多少架 可只要感情在 生气怕什么的 一生气一转脸 找个机会不就和好了吗 行了啊 好 没事 啊 那么别生气了 别闹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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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儿兴前看 前面是光明呢 那你又叫 光明 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说实在的 你有一个好老婆呀 你想想 咱们这么一个家庭 光是老人就是六个呀 哪个女人她能够扛得住啊 是 是啊 那现在哪个女孩乐意 嫁给这么一个大家庭啊 人家 小曼 一心一意的跟了你了 你说 她心里边不定受了多少委屈呢 人家没坑气啊 偶尔的使个小性子 那不是很正常啊 确实 再说你们两个没有根本性的矛盾 为点小事争论两句 你还怂气了 一点不像个男子汉大战 就是就是 像男子汉 行行行 电话 把小曼接回来 儿子 一会儿我还得给你妈大弟不休息呢 去 就是啊 去快去 我主要是为了你跟我妈到点休息 好 那得行 哥哥来哥见老爸 快去 好 去 去 来 来 来 一乐儿来了 来过来过来坐这儿坐这儿啊 坐这儿好孩子啊 坐这儿聊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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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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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小曼啊好孩子啊 不生气了 听见没有啊 真的 妈呀跟你公公这一闹 我想明白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别为那没影的生气 过好每天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年轻轻的 也像你婆婆那么想不开 你傻呀你 是 你呀 是咱家的好媳妇 这小子呀真是 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看奶奶 我妈掐死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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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别劝啊 就这媳妇 老婆 你 老婆 你 你 你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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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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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小曼呢 过去不管遇见什么事 她都不跟伊勒啊 作对 是 现在呢 啊 我是估计啊 可能是因为她工作太忙了 她俩很少在一起 是 哎 放松一点 亲近一点 所以这 你我老婆 你 你 对了 真是什么回事 那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 六个人啊 就一一块参加我们单位 那个退休办组织那个交友活动 咱们全去 给你俩孩子留点空间 好 行行 这主意好 咱去 咱去 好吧 咱们就继续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在我心上 窗台上玫瑰香 绽放你模样 雨中自定香 默默涂芬芳 花巧般留树袍 走过人一双 偷溜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定格住我们青春过往 傲然挥手看幸福模样 靠在谁身旁 留不住的时光 带走感伤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 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偷溜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 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会在谁身旁 在谁的身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